3月15日电影《高举爱》在香港举办首映里 现场该片导演邱李涛 携主演杜文泽与江沃林 琪琪现身为该片造势 期间更是高举相聘 祝愿高举爱取得好成绩 1 2 3 Cheers 恭喜大家 在这里有收获的 各位我的票房 这里都是一个 李小成声票房大卖 现在我们台上还要呈现 电影《高举爱》的首映里 已经已顺利完成了 所有次都是出席的嘉宾 记得了 《高举爱》将会在下周四 3月22日正式在香港上映 将会让大家起出外外 暖的电影来的 谢谢 好 再多谢我们这么多 各位朋友 感谢各位先来我们的台 有四个限 你们都准备到我们的电影 欣赏我们的电影 《高举爱》 感谢各位欣赏 有时可以欣赏我们的一套非常棒 很满满的电影 也是很感动的电影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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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传出结婚生子的明星 一个接着一个 让人不惊心生厌线 而一直单身的江若林也不例外 不过同场的杜文泽 却拒绝为江若林介绍 直呼演艺圈美好人 我的一生都是认识三种人啊 学生啊 呃 女明星啊 男明星啊 这样 所以 就这一行 根本就没有好东西 哈哈哈 我认识的人都不是好人 那算了我靠自己 不要靠他算 你别靠我呀 我觉得他就比较喜欢有才华的嘛 嗯 果然够了解我 对 我不像帅哥了啦 就像我这样吧 哈哈哈 那个洋船嘛 你还是这样 另外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走到最后一站 江若林表示 希望自己的付出 能换回不错的回报 而杜文泽对此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派系 呃 反而就享受比较多 就因为 辛苦就是 就是你拍的当下 就当然 什么工作都辛苦了 可是你回想呢 就觉得 就很享受 就因为 演戏就很少机会 会碰上这么好的剧本 可以演他人的 有意义的一辈子 我觉得这个 是作为演员 最大的 好处吧 嗯